欢迎回来发达港彩的时间 我身边的嘉宾在要财政圈研究部副经理 直要辉史丹尼 史丹尼你好 史丹尼想和你看看蓝筹业绩期即将开始 星期五方面有友邦打头阵 下个星期一有重榜股大象汇控公布中期业绩 先看看对汇控中期业绩的预测 有几间大行都发表了一份报告 对他来说的税前盈利都作出一些预测 蝙蝠大概在1成4至3成4 似乎大行看他份中期的税前盈利的预测都做得不错 今次中期来说汇控的表现 你是不是都觉得比较乐观点 基本上如果你算出售资产方面的情况 应该就不会太差 因为本身你看回第二季度的时间 基本上汇控有个总值313亿美元的一个项目入账 这个项目就是美国方面出售信用卡业务 以及一些零售商务业务 那方面的业务是313亿美元 这方面来计算的话 现在大家都预计可以为汇控 大概30亿美元一次性的收益 所以如果你计算这个业务 预计汇控税前盈利 那边应该是不差的 但如果你说撇除这一次性的收益 似乎汇控中期的盈利 其实我觉得是有机会倒退的 但很难以计算是倒退 因为你要看回现时来计算 即汇控本身的业务 如果你严格上分 即不以地区上来分 基本上 我认为是有四个比较大的方向 一个就是代表GNB 可以说是炒房 就是炒房的业务 另外就是CNB 就是关于一些商业银行方面的业务 其次就是RBWM 就是零售银行 和财富管理的业务 另外就是私人银行的业务 就是Priple Funding的业务 基本上 如果是最主要的环球银行及资本市场 就是GNB方面的业务 基本上大家都预计 其实是会有不同的表现 但问题就是 因为第一季度本身 你见到这个业务 那个表现都相对比较理想 而且当中 会见到在今年度首继度的时间 其实那个营业瓦 占回控方面 大概是两成一左近 而管理层之前都说到 就是这个业务 希望能够将它的比重 提升到三至四成 但问题是这个炒房的业务 就是GBM本身 其实就比较受市况的影响 如果你是市况 如果看当前的情况 譬如好像欧债危机 再加上环球投资市场的气氛 基本上都不太理想 所以反而我会觉得 你说在这方面的业务方面 那个情况 那个需求方面 其实有机会出现货民的情况 所以变相 我觉得这方面来计 就未必有太理想 其他业务方面 譬如刚刚说到 好像最终 现在暂时来计 对回控比较多 例如RBWM 即是零售银行 和财富官的业务 这些业务占比 大概是4.1%左右 你也可以这么说 本身公司的目标 大概都是在将来的时间 可能那边的区域 大概是2-3.1%左右 而这个业务 其实都是受到市况的影响 因为这个比较明显 就是说 如果你市况比较疲弱的话 都很难 这方面的表现 都应该有个比较大的影响 特别是说 比如说 私人态本方面 也都可能会面对着 坏上升的风险 以及本身的需求方面 都可能会减弱 而至于刚刚说到 CNB 即是商业银行方面 也要看市况 因为如果经济情况 做得不理想的话 对于一些商业方面 一些借贷方面 其实都会减少 与此同时 其实不良贷款方面 也有机会提升 所以就变成了 我觉得 如果看今次的匯豐份业务 如果你纯粹看个别的业务发展 我觉得是中规中矩 即是个别的表现 譬如炒房方面的业务 即是GPM方面 应该会做得比较理想 但其他方面的情况 似乎不是那么理想 不如我们再看一次 中金预测的按业务方面 匯豐的中期盈利预测是如何 刚才提到零售银行和财富管理 他觉得今次的盈利增长会比较大 升幅有1.02倍 税前盈利较到63亿 另外刚才提到私人银行的业务 他认为今次的中期盈利都方便会倒退 倒退了2% 另外环球银行和资本市场方面 刚才提到 都是一些次过环球市场资本做得比较差 所以他认为是升了1乘1 中期盈利有54亿 不如看完业务方面 中金预测 看完地区性 中金对中期盈利预测的表现 他觉得在地区性的业务方面 欧洲就会由盈转规 大家知道上半年 欧洲的情况是如何 他见到增长的亮点 反而是北美地区 北美地区方面 中金预测达到5.28倍 税前盈利达到38亿美元 美国的情况是如何 会否都是因为去年基数太差 所以增长量很高 基本上北美市场 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理想 最主要是刚刚提及到 就是有一些一次性的收益 就是出售信用卡的业务 以及一些零售商务的业务 这方面可以以为公司 应该大概带来 33亿美元 一个一次性的收益方面 本身在北美市场方面 似乎也是 撥备方面 应该会减少了 所以变相之下 当地的表现似乎今次 可以说是相对比较理想的 但不代表那边的市场做得好 因为本身都知道 北美市场对于匯豐来说 都可以说是个案来说 一个鸡肋的地方 基本上 现在公司本身也是 那边的业务 基本上都算是不断收缩的 所以似乎 那个量点似乎 未必是在北美身上 如果纯粹业务发展来看的话 但是当然 你说欧洲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大家也看到 在第一季度的时间 其实欧洲方面的业务 基本上已经出现了 一个11元的亏损 而在这么多地区里面 其实以首位度来计的话 当地的比例是最差的 但这方面也是归因于 本身的一个欧债危机 而且始终 如果你看回汇控方面 其实欧洲的贷款 佔它的总贷款 金额来计的话 都佔了四成六有多 而且当地的贷款 本身都是集中 比如说可以是一些 私人的贷款 和一些企业贷款为主 而这两样的贷款 本身都可以说 是很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 亦都可以意味着 其实这方面的贷款 其实是 亦有机会 可能令到当地的坏仗水平 是有一个 一个上升的风险去到 而至于新年市场方面 亦都可以说 对汇控来计 是一个个运来计 一个比较大的量点 和增长点 但只不过 如果你再留意 在今年的第一季度业绩上 以巴西市场为例 当地的贷款方面 其实是增压了 令到公司的勃避都增压了 而且本身 你看回新年市场方面 亦都是因为经济 在第二季度方面 都可以说急速转差 而令到本身 那个贷款的增长 我觉得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年代之下 不良贷款方面 都可能有机会会上升 另外也是 因为本身 这两个地区 在一期内 都有一个减息的情况 都变相 令到当地的正式差 是会收窄 而且在第二季的时间 其实你会见到 美元的指数 不断上升 而在一些新年市场方面 似乎 那个匯交都不断创新低 都变相可能会出现匯队的亏损 所以我会觉得 今次 你说 就是于匯控 如果你是撇除一次性 就是刚刚说到 撇除一次性 撇除一次性 似乎 我觉得都是一般 另外北美方面 刚才说到 增金预计有5.28倍增长 其实匯控一直想增长的亮点 都在亚太区市场方面 但似乎 今次来说 大家预测只是增长8% 但税前盈利 仍然占这么多地区 最多 大家预测大概有40亿美元 另外 香港业务方面 都可以增长1.4% 去到35亿美元 会否继续保持着亮点 又或者继续在这个地区多些发展 其实你看到 比如说 亚太区市场 第一季度本身 增长是有2.4% 所以你会见到 如果是半年来计算 只不过增速都有一些複猛趋势 亦都可以可能归因于 本身经济环境开始有些转变 但始终对于匯控来计算 我自己觉得 现在暂时来看 香港和亚太区的收入 始终仍然对于匯控来计算 是一个比重上的 一个重要的地区之一 好 谢谢Stanley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节回来 仍然都是 继续和Stanley做节目 下一节回来 会继续和大家 跟进匯控 分钟期业绩的预测 稍后回见